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快的游戏GPU 具有760亿个晶体管 16384个Cuda核心和24GB高速镁光GDDR6X显存 在4K封电率的游戏中持续于超过100fps运行 一位达称在完整的光线追踪游戏中 与上一代采用DLSS2的RTX3090Ti相比 采用DLSS3的RTX4090的性能可提升达到4倍 在现代游戏中RTX4090的性能提升高达2倍 同时保持了相同的450W功耗 以及推出了两种配置版本的RTX4080 RTX4080 16GB拥有9728个Cuda核心和16GB高速镁光GDDR6X显存 性能可达GeForce RTX3080 Ti的2倍 在较低忽略下 性能比GeForce RTX3090 Ti更强大 RTX4080 12GB则拥有7680个Cuda核心和12GB镁光GDDR6X显存 RTX40系显卡也为创作者提供了强大助力 3D艺术家无需代理就可以利用精确的物理学和逼真的材料渲染 完整的光线追踪环境 并实时查看效果 视频编辑和直播也因GPU性能的提升和全新第八代编码器中 AV1的加入而得以提升 NVIDIA Broadcast软件开发工具包有三个更新 包括面部表情预估 眼神追踪 以及虚拟绿幕的质量改进 两款RTX4080系列显卡 建议零售价分别为人民币9499元期和人民币7199元期 RTX4090的零售价更是高达人民币12999元期 不知道这个价格各位彦祖会不会心动呢 Oniverse和AI人工智能是本次发布会使用了大量时间来讲述的功能 Oniverse用人话来说就是一个虚拟世界模拟引擎 它可以是一个数据库 一个计算平台 一个AI服务器 它也可以是一个个企业平台 用于产品的设计和造型 可用于游戏开发 汽车制造 影视等行业 还展示了相关的AI人工智能和汽车自动驾驶等场景的应用 以及工厂和物流的智能运作功能 还有视频AI学习 深度语言学习 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 不过这些功能啊 离咱们游戏玩家来说还是比较远的 其主要面对的是厂商和投资者 感觉本次发布会除了RTX40系列显卡和DLSS3的发布 能引起游戏玩家的激动之外 那其他无论是AI和Universe相关的功能 还是以英伟大秀肌肉为主 但是也不排除割韭菜的嫌疑 随着前段时间 以太坊的整合提升 也是宣告了显卡挖矿的彻底结束 饱收矿老板折磨的我们的苦日子 也算是熬到头了 不过这里还是建议 不着急的兄弟们等40系显卡发售之后 等相关评测都发布了之后 再选择合适自己的型号 更不着急的可以等双十一折扣 搭配全新的主板和其他硬件购买 不过还是建议大家等后续的4060或者是4070系列 不然再等5090 毕竟五九至尊嘛 图个吉利 好了 那以上呢 就是本期发布会的全部视频内容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